大家好 早晨 新年快乐 新年蒙人 今天的主题就是基督的光 基督的光 上帝的光已经来到这个世上 今天的经文取字 哥林多侯书四章三到六节 哥林多侯书四章三到六节 请听我读 即使我们的福音被遮蔽 那指示对灭亡的人遮蔽 这些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明洞阁了心眼 使他们看不见基督荣耀的福音 基督基督本是神的旧 我们不是传自己 已是传基督耶稣为主 并且自己因耶稣作你们的仆人 那分曝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使我们知道神明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年上 这是神的说话 感謝上帝 所以我们是庆祝新年 但在新年里很多庆祝 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 真是多烦恼和苦难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争战和争战的谣言 很多诈骗和作弊 很多腐败和谎言 很多杀欲和痛苦 这个世界充满 我们看到以前在保罗的世界 都是很多打打杀杀 骗骗骗骗 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已经这么多教会 这么多基督徒 这么多人信耶稣 应该越利越多 这个世界越好 但是这个世界 都没有什么改变 都是这么多打仗 这么多骗骗欺骗的东西 这么多杀来杀去 害你害去 这些痛苦 这些全部都使我们很担忧 究竟是怎样呢 因为今天的经文 保罗和我们讲 在哥林多后书去讲 我们的心眼被蒙蔽了 遮眼遮了 我们的心眼被人做开 盲眼了 黑眼了 第四节他说 这些不信的人 被这世界的神 鸣孔核了心眼 使他们看不见基督 荣耀的福音 基督本是神的像 本来基督是神的像 看到的 但是他们看不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世界的神 已经使他们的眼睛 瞎了 看不见 所以没有法子看见 耶稣基督的福音 看不见了 因为在伊甸园的时候 阿当和阿花犯罪过后 他们就离开伊甸园 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当时 就有这个世界的神 就是魔鬼 在那里遮蔽了 蒙蔽了 使得我们的心眼 已经瞎了 黑了 看不见 所以看不见神 虽然他心中想追求神 但是看不见 都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有些就不要追求神 说是假的 说是没有的 像这些共产话 真是没有神 在这个世界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当中 怎样好呢 第三节是说 这些就是使我们的福音被遮蔽 只是对灭亡的人遮蔽 那些灭亡的人 那些未信耶稣的人 他们没有法子 就因为被这个世界的神遮蔽了 他们看不见神 看不见 看不见 又怎样可以信 没有法子可以信 应该要怎样帮他们打开 打开盲目的心眼呢 因为他的眼中中 是遮蔽的 把开黑眼的盲目的眼 在他的心中 第六节是说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 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使我们知道 神荣耀的光 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 所以神闪耀着自己的光 那吩咐光已经从黑暗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 只要这个光可以照出来 这个光就是神的光 就是福音的光 就是荣耀神的光 就是可以照在耶稣的面上的位 所以神闪耀着自己的光 上帝照出来 那个光照出来 因为没有法子 他们人可以看到的 因为遮蒙了的 遮蒙了 好像我们戴的眼镜 如果戴红色的镜 就看到全部红的 青色的镜全部青 黄色的镜全部黄 黑色的镜就看到黑白的 因为我们的眼中里面 已经被黑暗了 就看不见 但是神的光照出来才看见 他说看不见是因为遮 遮了 遮了 看不见 我们应该如何帮助 以帮忙 第五节 保内说 我们不是传自己 是传基督耶稣为主 并且自己为耶稣作你们的仆人 所以保罗做仆人 他就都为他传耶稣基督为主 那么保罗就要传教 那么传福音呢 就是宣扬耶稣基督的 那么我们怎么帮呢 就要传 传什么呢 就传福音 传耶稣是主 救主 那我们要传 那传就可以了吗 就是我们的角色应该是 应该怎样做呢 又可以做到什么呢 因为遮 蒙蔽的心灵 是没有法子自己打开的 因为被遮了 他自己打不得开 那个心眼 遮蔽的心眼 没有法子打得开 只有神的福音的光 都可以打开这个蒙蔽的心灵 圣经说 是只有福音的光 福音的光才可以打开 那么这个福音的光 又怎样来到呢 它说上帝的光 使人知道耶稣基督面前 有上帝的荣耀 因为这个神上帝的光照下来 他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神 就是耶稣基督就有那个神的荣耀 那么神的光呢 要通过什么 透过什么才可以给你看到呢 那么神的光要透过 救主耶稣基督的宣告 已显出来的 即是说 那个眼睛遮盖了 蒙蔽了 那么要怎样打开呢 就要我有信心 那么信心又怎样来呢 信心呢 不是说我要有信 就是有信心 不是说我叫你信 不信就不信 怎样会信呢 那么圣经说 信心呢 是从听道而来 那一定要爱神的福音 那福音打下去 那福音要爱清楚 那福音就是那个光 那光呢 就打进去 就让我们生命有信心 当我们有信心开了 有信心 那我们就会自然接触神的光 那么神的光有信心 神的光打下来 我们就 那个眼就打开 可以看见神的荣耀 看见耶稣基督 那么神的光 就是 是照出耶稣基督 是我们的救主 那么 我一定要爱宣讲 有人要和我们 讲出耶稣基督的 那么如果没有人讲出耶稣基督 那么没有法子 那个光它走出来 那么因为我们遮蔽了 那么要揭开 那揭开 那揭开 那怎么可以揭开呢 是说是用信心来揭开 那信心呢 就是那个福音要传下来 那个福音很多种方法 我们一定要爱传福音 那么你说 为什么是怎么战传福音呢 那么 那个传福音有很多方式的 那么 刚才我们讲了 要有神的光 神的光要接触 是要信心 信心是从神的道 神的福音 神的道道力 它有信心 信心就接触神的光 神的光就打开我们的眼 打开我们的眼 我们就看见神 看见耶稣 看见上帝的荣誉 那就可以相信祂 那相信祂就得救 得救 我们就可以接受耶稣做救主 那么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同伴呢 的救赎 是要依靠谁呢 就依靠你和我 你的家人呢 和你的同伴呢 是依靠你 我的家人呢 我的同伴呢 就依靠我 那怎样呢 你说 就要我传福音 那我不懂得传 不懂得传 第一要学 第二 不只是学 很多传福音 不只是说 传福音 有一个很好的见证 就是我们的好的见证 好的见证 就是我们的生命 很多人呢 就在我们的生命 看到我们的生命改变 看到我们的生命是真实 看到我们的生命呢 是清洁 看到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 那些人呢 就会相信 然后问你 为什么你会这样呢 那就有机会和我们分享了 那么我们把神的第一 第一 我们传福音呢 是用我们的见证 我们的生命见证 第二 又可以用我们的口 我们的传福音 说出耶稣福音 第三 又可以我们的分享 我们的分享呢 就可以说出我们的见证 第四 第四 又可以跟我们的生命 的关怀 我们的帮助 我们的好事 我们做好事 关怀 帮助 就是间接 打个福音传下去 那些人就会慢慢注意你 注意我 咦 那些人很有趣 很特别 那么他们就很舒服跟着你 后来会问你 究竟什么事 那么你会变成这样呢 那么有机会呢 就说 我们是相信了耶稣 因为耶稣 就帮我们打开了我们的眼 深眼 不会再客眼了 不会再被遮围了 那么我们呢 就有机会看到神 就相信神 就跟从他 所以你和你的家人 的救恩 是靠着你 我和我家人 是靠着我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 保罗就跟他说 耶稣的光是非常重要 那么要大个光 他说我们就是那个小的光 耶稣就是那个大的光 在我们小的光 那我们也是小小的光 我们一定要来来彰显出来 照亮出来 我们不要遮住那光 我让那光照出来 照出来 光照出来 就看到帮人把他 去压深眼 来打开 因为这个是夜神的福音的光 福音的光打下去 他们有传过福音 有听到福音 就有信心了 所以他们叫做杀种 热杀热多种 有机会呢 我们慢慢来培养 他就可以来到长出牙 长大的那个和 就长出来了 所以有时是有些功夫 你和我都是同样的时候 一起 要来到把基督的光 因为你就是基督的光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光照出来 没有遮住 没有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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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光 那个光是要照亮出来的 所以你走到哪里 人家就会看到 你的一举一动 人家就会看到 你的生命 人家就会看到 你的说话 人家就会听见 你的所分享 人家就会听见 还有你自己的人品 让你的作品 人家感觉到 收到 让人家心到 他就会来到反映上帝 所以保罗说 这个就是靠你和我 我们一定要做 救赎的光 耶稣的光 基督的光 我们祈祷 多谢神 带领我们一起来到 做神的光 我们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光 当时候我们都是核眼的 但是现在神的光照着我们 我们已经相信有了神的光 现在我们要做 重要的方法 要来帮助其他人 要来传福音 要来做见证 要来做关怀 要来做 走 走也好 走也好 做好生命的见证 让人家看到 我们的生命 就看到神的光 看到神的光 他们就有机会 把他们的 看见 他们的光 遮蔽的眼 就开了 可以看到他们 听见 就可以使用信心 相信上帝 来亲近他 把他们的生命 有机会 有意义 有意思 跟随上帝 耶稣 多谢主 求你帮助 奉靠耶稣的命 Amen 新年快乐 步步高升 你身体健康